今天國際間頭條焦點 就是隨著阿富汗政府與軍隊迅速倒台 那麼拜登政府就承認了 美國在判斷上出現了錯誤 上個月拜登總統跟政府高級官員就認為說 阿富汗政府垮台並非不可避免 甚至還堅稱說絕對不會出現美方人員 從美國大使館 從大使館屋頂上撤離的情況 但是當地媒體CNN就已經捕捉到了 上個禮拜美方是用直升機撤離 外使館這外交官人員 包括了外媒也消息有透露說 拜登幾天前有針對阿富汗危機 發表全國談話 那麼根據環球時報的報導 他們就指出 指出什麼 就是代表說華府對於盟友的承諾 是不可靠的甚至不可信的 當利益需要他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拋棄盟友 那麼這個時候 他可能會找出各種的理由 包括他們也喊出說 自己的國家要自己救 甚至有報導指出說 阿富汗變天的速度之快 以及美國頭也不回就這樣告別了 對這種國際情勢 國際局勢敏感的人會聯想到的是 有沒有可能會是台海情勢的一場預演呢 就連今天PT上面 還有很多人很多人在討論 討論的是什麼說 美國對阿富汗的態度 有沒有可能是台灣的前車之鑒 甚至也有人在擔心的是 今日阿富汗有沒有可能變成明天的台灣呢 因為美軍開始撤軍阿富汗不過三個多月的時間 唐利班就已經掠讀了大部分的領土 並且佔領了首都喀布爾 那麼阿富汗的總統甘尼 他自己早就逃到其他國家了 好留上了一個爛攤子 他只是說避免血流成河 所以他寧願出走離開 但是為了要保護這些美國使館人員的安全 拜登決定說要再度增兵 總共派遣了6000多名的美軍要協助撤離 但是大家想想看 這20年來美國花了多少的時間 多少的金錢 2兆多美元 多少的心力 企圖要阻止塔利班勢力 但現在一個禮拜的時間 阿富汗就已經淪陷了 所有的努力付諸流水 距離美軍撤軍期限還剩15天 塔利班勢如破竹 掠奪阿富汗大部分的領土 一舉挺進首都喀布爾 並且輕鬆就攻佔總統府 至於阿富汗總統甘尼 已經逃往海外 透過臉書表示 出走是為了不要血流成河 才做了這個艱難的決定 根據瞭解 他已經逃到中亞小國塔吉克 而科普爾機場是目前唯一 阿富汗有政府軍駐守的地方 也出現了大批迫不及待要離開的人潮 群眾相當恐慌 不停喊叫 除了出境飛機慢慢客滿 也可以看到美軍直升機不時起降 緊急將使管及相關的人員撤離 為了因應最新的局勢 拜登決定又加派一千名軍人 總共會有六千名美軍到科普爾 協助撤離 而害怕塔利班政權的阿富汗民眾 紛紛開車逃離導致道路擁塞 另外當地銀行也出現了擠兌現象 美國在911之後出兵阿富汗 在二十年間提供訓練以及武器 給阿富汗政府軍花了兩兆多美金 但是卻不敵骁勇善戰的塔利班 塔利班雖然不重視女權 但是比起貪腐的政府紀律嚴謹 並且注重治安 因此也得到了一些阿富汗人的支持 美國表面上結束了戰爭 但事實上過去努力完全付諸流水 當初最不想看到的事現在已經發生 記者公報和報導 好我們繼續來看到是阿富汗總統 我跟您在今天凌晨的時間 他就有在臉書上發文 他說他的逃亡是為了避免血流成河 那麼塔利班士兵現在已經進入到 當地的總統府了 並且要建立的是 伊斯蘭阿富汗酋長國 這段畫面您可以很清楚看到 是由美聯社提供的半島電視台獨家畫面 塔利班的將領士兵所在的位置 就是阿富汗的總統府 我們看到畫面 大家其實都已經湧入到這個地方來 那麼根據塔利班發布的最新聲明 說部隊已經完全掌控了 阿富汗所有的政府機構 同時也在府內有宣布說 建立伊斯蘭阿富汗酋長國 大家知道這個國號 其實就是塔利班在911事件發生之前 塔利班執政阿富汗所使用的名稱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到 其實今天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新聞畫面 就不斷地在播放 成千上萬的逃難人潮 湧入機場的跑道 有人為了要擠進這個班機裡面 用搶的用打的用擠的 甚至還有人是抓著那個飛機旁邊的一些 像是那個手扶踢壓等等的 他們就是想要擠進去 這畫面讓人看了非常的心酸 很心疼 那麼眾判清理的阿富汗總統 他可以說是完全不發異語 完全不吭聲的就這樣子 舉家流往海外 留下的爛攤子呢 好 現在讓這些人民該怎麼辦 於是呢 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現在就在全世界的這樣關注下 誒 開城投降 那麼市民呢 大家都在逃難 家當全部都背在身上 那麼過去呢 美國大使館的這種光景呢 也完全看不到了 那麼現在呢 有人就開始回憶說 這個畫面有點像是1975年這個西貢淪陷的災難再現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看他 他是誰 他是過去綠扁帽特種部隊出身 曾經在阿富汗參戰過的 並且還獲得同心勳章肯定的共和黨眾議員 沃爾茲 他就對外發表說 如果我現在在台灣或是烏克蘭 我看到這樣的景象 我看到這樣子的景象 我會很害怕 因為目睹阿富汗正在發生的一切 他說如果他在台灣或是烏克蘭 他會嚇個半死 因為這就是拜登政府 拜登總統所展示出來的美國承諾 承諾什麼 就是自己的國家你要自己救 然後真的發生什麼事情 我可能呢 不會再照顧你了 你可能要自己想辦法 你可能要你會說 你可能會一個大機會 你可能會變成功